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,以色列军方在当地时间7月1日发布报道称,出于对以色列格兰高地的安全考虑,以色列将会派遣更多的病例,前往格兰高地。 对于以色列军方的这一动作,以色列媒体认为,这与目前叙利亚正在发生的战事有关,也是以色列对俄罗斯的一种防备手段,或者说是报复手段,而且不排除以色列军队正在准备战争的可能。 资格兰高地一侧,并且表示,叙利亚军队在德拉地区进行作战的时候,以色列军队将不会做出战和的干扰。 而这所有的前提,是俄罗斯不能派兵支援,因为色列亚政府目前是有能力单独应对德拉战事的,俄罗斯战机,为此色列军队开始大批涌进德拉地区,并展开收复行动。 正如以色列分析的那样,区政府军在前期进展的相当顺利,但是随着战事的推移,区政府军开始感到吃力,为此俄罗斯先后派诸葛行战机参与德拉之战,而这一点明显违背了之前俄罗斯和以色列所签署的协议。 所以以色列认为,这是俄罗斯对两国协议的建议,是俄罗斯的反馈行为,以色列军队在戈兰高地作为应对,以色列军方才开始派遣更多的军力,前往戈兰高地,虽然俱军几乎不可能会进攻戈兰高地,但是以色列确实应该谨小顺危,戈兰高地是以色列的门户,这里不容出现任何的差池,因此在我看来, 倘若义军发现有任何想要进攻戈兰高地的苗头,以色列很大程度上会先发制人,至于俄罗斯该不该受到批判,这是一个忍者见忍者见智者见智的问题。 我的意思是,其实两国之前签订的协议并没有很强的约束性,因为收复德拉是叙利亚政府均必然会做的事情。 在此情况下,与俄罗斯签署协议,不但顺水人情,并且协议中还只走了一部分伊朗军队,这都是不合以色列地义的,俄罗斯为了得到在叙利亚的利益,撕毁一份并没有多大效率的合约,也是情理之中,而且德拉战事紧早结束,也是叙利亚和平进程的一大步,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